男子花剑的个人决赛是福建选手石家洛对广东选手莫自为 这也是一个左右手之针的 这两个选手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在国内 这个石家洛是当年 我在国家队的时候 然后请他到备战奥运会的时候 让他过来给我做女子花剑的陪练 当时是我发掘的一个运动员 然后在陪练的过程当中 他和别的陪练运动员 男运动员不同的是 他虽然没有陪练任务的时候 他也会天天到场地看我们的训练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子很有潜力 而且关键是他很热爱极箭 所以当时我就向南华的主教练 就是王海斌也是现在的主教练 就是协会主席来推荐给人 他当时他也去关注他 之后呢 就是奥运会结束以后 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 就是他也入选了国家队 对 今年是27岁的一个选手 花剑基本上运动员都是用手枪 因为花剑的防守动作很多 就是我们讲这个基建的 这个场上的这个战术 战术主要是分攻防抢这三样 那么攻防抢体现在花剑里边 是最丰富的 对 好 比赛开始 这是男子花剑的决赛 左侧是福建选手释迦路 右侧是来自广泉墨水 嗯 释迦路速度很快 对 这键好像有点问题 在击打的时候亮白灯 双方运动员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一些大的收手的试探 嗯 你看同样我们在看持剑的时候 就是不一样 花剑的时候就可以把手收在后面 你看中剑就一直是顶在前面 对 嗯 这就是剑种不同 打法也不同 嗯 现在都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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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莫子维的这个剑有问题 是不是这个 有的时候在这个做完动作以后 会导致这个手线的跟剑的接触 释迦乐应该认为这一件它是进攻 对 要求看一下视频 还是莫子维的 这个莫子维这个后退的时候 先用机械线来威胁 然后出手的反攻 这个反攻带点身体的这个躲闪 这种反攻还是挺有用的 这个有的时候场上比赛啊 最烦的就是这种 器材总是在出现故障 非常影响个人的状态 这个场外的一些因素啊 的确对于女人很大的干扰 但说实话呢 就是这也是对选手的一种考验 因为本身在比赛中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就是谁的稳定性更强 谁抗杠的能力更强 对 这个也是比赛的决定胜负的一部分 器材故障有的时候 它也是个双刃剑 比如说当你状态不好 或者落后的时候 通过这个来去缓解一下 能调节一下节奏 对像这种一开场的时候 这个还是很让 很让运动员有点受干扰 对非常受干扰 这种剑 这种剑其实真的是不是很好 不应该收得这么大 上不上得太大了 现在的这个南花的这个打法 在国际上的打法是节奏越来越快的 基本上是没有喘息的机会 欧洲选手现在把这个花剑都快打成了配件了 是的 节奏非常快 对你要看这个欧洲的锦标赛或者市民赛 欧洲也太快了真的 欧洲运动员 尤其这个法国意大利 这个罗马尼亚 俄罗斯都是超级强国的 对 而且你看他们打出来的这个每一剑 就是他每一剑他没有什么假的 他其实假的就是真的 真的也是真的 对 就是你看的眼花了 原来你觉得花剑 还有很多就是花架的 之前的这种互相的干扰 假动作呀 虚晃音箱现在全是真的 特别快节奏 没错 就我们看到双方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这个剑尖的走向其实还是很大 动作很大 像这种 向前这个收手 那就他必须得要对距离的判断 距离判断什么时候出手 这一下距离判断要非常精准 上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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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脚 阿里 这个时候的得分基本上就趋向于进攻和反攻这两样 就是还需要再有一些的这个实际性的打法 慢向前 慢向前 向前紧逼 该出手 太漂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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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子维这个向前紧逼 但是这这个没有及时的出手 有的时候他收手收的太多了 对 出不去了 这衔接上出了问题 对 收的太大也不好 阿里 花剑 这一剑 我总是打得漂亮 这一剑 这一剑挺漂亮 他这个后退 对方向前了两次停顿 他在做干扰 然后 然后对 这一剑的这个主动出击的这个抢工作的很好 所以基建有的时候跟这个场上的这个为什么说说跟战斗 他就是一场战斗 特别是像前方或包括是后退方 我们这场讲的有一个词叫做不能坐以待毙 就是特别是当对方来进攻的时候 我不能在后退就等着防守 这个时候我在后退需要做很多的这个动作 不能任由对方来攻击我 就不能坐以待毙 能运动员打得不顺的时候在场上换剑 这是常见的一种这个这个比赛策略啊 一是让自己这个节奏时候调整一下 有一个思考的时间窗口 另外呢 大家多少也有些心理的因素 觉得我这几剑打得不好 换一只剑这个运气也会不一样 对 其实花剑挺好看的 就是大家如果看慢动作回放的话 就是两个选手呢不停的就是绕圈 这剑在手里都是啊 对因为花剑它是有武器接触 以后它就有阻备前阻备动拳的就会转换 对 所以呢大家这个时候就是在做大的这个绕圈 或者是收手的时候呢 其实目的就是不想让对方接触到自己的剑 碰到一个剑 对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有利有弊 因为你就像刚才莫子卫收手收得太大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来不及出剑 那你但是呢你如果不收手的话呢被对方截住了 自己也没有主动拳 双方这个时候都换了一把剑 其实我以前自己在打的时候其实倒不是很喜欢换剑 因为我觉得肯定上场用的是自己最旧手的那把剑 最顺手的 嗯 一般会准备多少把剑一场比赛 呃三到四把 三到四把 嗯 这件这件距离判断很好 这件的转换进攻 距离判断的很好 后退后退 看莫子卫的后退怎么处理 哦 这也是个像刚才一样犯的错误 上前收手收的太多了 收的太多了 没有出手的 对 有出手距离就长了嘛 对 而且他收的太多他也来不及出 嗯 释迦洛这个时候要是盲目的去进攻去他会失的更多 哦 这一件打得不错 对这一件打了一个延续 他还是要控制他向前的这个进攻收手 嗯 手放运动员这个莫子卫在冲刺的时候有身体的接触了 石家罗移动他的位置 这个这个基建啊 我们讲基建特点是前后 有的时候他们运动员会走走花步在场上 对 左右的晃一晃 好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结束 嗯 莫子卫是6比4领先 嗯 他一停下来要臭的的时候 就说你要 这个这场比赛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是属于就是说比较 算是说比较正统的打法 嗯 攻防抢这三样当中 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需要提高的就是防御能力 嗯 从现在场上来看双方都有这个进攻能力 然后也是在寻求这个对方的这个破绽来去做一些抢攻或者反攻 但是防守还击的这个环节是一直是我们比较薄弱的 嗯 特别是单次的防守还击的这个成功率 就像刚才最后一件这个石家罗得分一样的就是他 其实这时候莫子卫已经防住他的肩但是还击没有还击到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去改进的一个技术环节 嗯 因为其实在场上虽然你是攻击到对手很重要 但是你对于防守是对自己自身的一个保护 嗯 这个也是同样重要 这男子花线的实际上也是中国基建的一个相对这个传统优势 像雷声在一二年军中之前我们还有这个团体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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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台啊 对 所以这个项目呢是尽可能要保持住我们的实力嗯 但是的确就是像欧洲的这个技术进步特别快这个项目上不断的会有变化发展 对 我在反观就是说当2000年那个时候的这种打法这个特点和现在这个打法特点 它这个有很明显的区别是我带小朋友看的时候连小朋友也能看得出来嗯 这样是这个这个手怎么这样打呢哦 这跟现在打完全不一样是就有明显的区别所以我们必须要顺应这个打法潮流嗯 这又是一键抢弓这又是一键因为向前收手收的过大并且启动过猛过快了 对 防还击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不法的问题应该是能停得住打出这键防守还击 这键没打中嗯 但是整个线路上来说墨嘴已经占优势了 对 这键墨嘴稍微有一点慢 嗯 所以最后下键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刺到对方的腰刺滑剑了刺空了 封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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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腰和外线 对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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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磕 可以 阿里 杉磕现在相对打得比较主动 还必须要尽快地缩下分叉 那莫斯维呢确实这个节奏感很好 这一件是莫斯维的 这件进攻 这件进攻上面的这个 上面的这两次的这个交叉晃剑 起了作用 使得施加洛 使得这个施加洛 失去了防守判断能力 总是在这个上面失误 总是在这种剑上 这真的是不应该 一个是他的站位有问题 站在了对手的外侧 嗯 阿里 哦 哇 连续的伸手的点刺 沙拉 湿 沙拉 阿里 沙拉 沙拉 不拉 打 turf 争拉 沙拉 阿里 阿里 又到了这个时候 相持的时候 看看转换 石家罗这一剑去抢攻了 他这个战术运用的倒挺巧 我觉得穆紫薇现在 就领先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儿点儿保了 他的这个剑 打得没有前面那么灵力 没那么果断 所以这个分场 看会不会缩晓 这可能要看一下回放 这剑看看 看看是不是双方同时启动 看上去 墨紫薇的这个 这个书件的这个公布 看上去更大一些 更快一些 空大大 有手手吗 不是 他启动比你快 三件一样 他先死动 他先死来了 还是看谁启动快 嗯 十一 这是给了莫紫薇 确实要快一点 可以 阿里 这莫紫薇的这个反击 抓得很好 嗯 我觉得他的这个抢弓 可能也是属于他的这个绝招 嗯 因为用了好几件了 他的这个后退变化 还是做得非常好 实际上我换第二把剑 嗯 但实际上他现在 我觉得他现在的这个进攻 他应该让自己的出手 再快一些 而不是晃得太多 晃得太多 也给了对手这个抢弓的机会 有的时候在场上运动员 就是这样 当被对手抢多了 真的自己是不敢出了 对 他自己有点虚了 对 在这个环节 哦 哦 哦 你看 这一件 这一件是用了对抗刺 嗯 这一件双方其实同时出 但是莫紫薇手上里 有一个对抗 你看 正好把施加露的剑 给抗掉了 嗯 这一件对抗刺做得很漂亮 这个手法相当棒 安嘎 可以 阿里 刺上去 刺上去好像没有亮灯 没有 这力量不够 嗯 力量不够 快速后退拉开 呜 但刚才莫紫薇这个后退也不错啊 嗯 对 后退推得非常稳 非常棒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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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施加露 好像感觉还没有准备好 双方 他虽然把对手逼到了警告线 但是他没有准备好向前 连丢四箭 嗯 这个时候被对手打这样的这个箭 阿里 不应该 嗯 没有准备 哦 这让莫紫薇是六个这个冠军点 嗯 打得打得很放松了 这个时候 哎呀 哎呀 漂亮 哈哈哈 打得过于放松了 所以这就是说施加露就应该打更多的这样的这个简 简单出键 对 他不能 这太晚了 嗯 早就应该这么打了 对 出 快速交锋 出 哎呀 没有刺上去 嗯 对 这一段的这个交锋还是很精彩 是 这短兵相接了 嗯 最后莫紫薇这一箭刺重 这样15比9 击败了施加露 打到了这场 打到了这场个人花剑决赛的冠军 最后的这几个交锋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 对 嗯 我只为这个这个这个选手 让我看到他这个这个还是挺有特点的 弓也可以这个这个抢啊防啊这些还都不错 嗯 你看他有两这两件的这个防守环击很准的 他正好是打到施加露的这个持剑手臂的左肩上 这个左肩是应该是很难刺的这么小的部位 采访的